你敢信吗 一个哥玩个十几年 虽然就能成真 2009年 魔术世界更新了无妖王之怒版本 玩家们经历前当半选 终于打败了无妖王 但没想到的是 每当打败一个无妖王 总会有另一个人 继承他的意志 成为新人无妖王 所有玩家们就调侃到 无妖王一怒再怒 时至今日 魔术世界贴霸 时不时还能看到这里调侃 用来形容那些反复反右 毫无创新的设计 然而这个哥能够延续到今天 不仅是因为玩家们的起案 更是因为无妖王之怒版本 实在太经典了 剧情上 搜索了阿尔赛斯等经典角色 玩法上 引入新副本的同时 又设计了许多新技能 做到了玩家与BOSS之间的平衡 这也是玩家们 至今还能反弄这个版本的原因 而这些玩家们 自自不转地调侃 无妖王一怒再怒时 无妖王真的又怒了 魔术世界环球国 终于来到了WLK 无妖王之怒版本 为了庆祝经典的回归 官方特意准备了一场 精彩的无人机秀 在市中心放飞无人机 可不是一件意识 只能说官方确实是诚意满满了 众里面 会随我一起回诺孙德 一起回到我们曾失去的青春吧